在印度农村地区 妇女的地位是极为卑微低贱的 可在北方班德地区 却有一群另类的底层妇女 在她们面前 那些平时总是自以为是 还有高高在上的印度大佬爷们 都会选择夹着尾巴 低头绕路 不敢去招惹她们 本期 舒适分享一部 由真人真事改编的印度电影 粉红帮 清晨 新婚不久的女大学生 一脸生无可恋的 想要跳河自杀 原来 国家嫌她嫁妆带得太少 就被渣男老公施暴 还赶出了家门 碰巧桥下 两个披着粉红丽莎的女人 他们看到了这一幕 便两哄带骗的 把女大学生叫下来 还把她带到了一个农村院落 住在这里的女人 全都穿着统一的粉红丽莎 在当地 有一个专门救助家暴妇女 帮助失学儿童的女权组织 粉红帮 粉红帮的组织者 叫纳乔吉 她从小就很想读书 可硬故农村的思想太封建 加上歹毒的继母族旨 所以长大后 纳乔吉就成立了粉红帮 在这里 小孩读书识字 妇女习武自卫 老人编织赚钱 大家活得自由平等 她立志要用自己的手段 改变印度社会女人地位 不平等的现状 现在粉红帮的势力越来越大 在外名声也颇为好评 所以除强服弱的业务也慢慢拓展 只要附近村民有遇到麻烦事的 都会来找粉红帮帮忙出头 纳乔吉知道了女大学生的遭遇 就让人带她去找渣男奖励 渣男还是太年轻 没眼力驾 一脸嚣张欠揍的模样 结果 粉红帮的人一个反手 不仅嘎嘣脆地扭断了渣男的胳膊 还要她把女大学生的嫁妆 连本带立地吐出来 否则天天来她家扭胳膊 女大学生对渣男老公也彻底死心 就加入了粉红帮 另一边 印度政府正在改选议员 一位披着羊皮的贵妇人 大毒妇 她是这次选举的热门候选人 大毒妇声称 自己代表的是底层农民的利益 但事实上 她是想踩着穷人的肩膀上位 这一天 无良商人老黑来到了村里 替大毒妇造势拉票 老黑知道粉红帮在农村的影响力 就找了纳乔吉 提出了一个诱人的承诺 大毒妇当选后 他会在村里盖个学校 这一下直戳纳乔吉的死穴 纳乔吉早就知道 自己能力有限 没办法交给孩子太多的知识 所以 他极其的渴望 村里能有一所正规的学校 于是 当他听到这个条件后 明知道老黑这人人品确实不咋定 但还是一口答应了 可没想到的是 这边刚达成合作 老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就迫不及待地 搬石头砸自己老爹的脚 他强暴了村里的一个女生 纳乔吉要老黑给出交代 老黑居然觉得这是小事 他随便指了个跟班 让跟班取了被强暴的女孩 再赔点钱 这事就算解决了 纳乔吉听完什么都没说 这一天 大毒妇来到了老黑家 他女儿马上要跟老黑的儿子联姻 所以 纳乔吉把老黑儿子的所作所为 告知了大毒妇 毕竟犯事的是他未来女婿 谁知道 这时些大毒妇只心系自己的选举 压根儿不关心女儿的未来 他也是风轻云淡的提出赔钱了事 稀释宁人 既然给脸不要脸 纳乔吉也不再顾虑其他 他命令粉红帮抓住了人渣儿子 把他变成了终身残疾人 这也代表 纳乔吉与大毒妇正视为敌 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很快 老黑为了报复粉红帮 就撕扣了村里粮食 一粒米都不给村民 纳乔吉知道后 就带人去抢回了运粮食的卡车 老黑接二连三受到打压 在走投无路之下 他想找大毒妇帮忙 哪知道 大毒妇也是势利眼 他觉得老黑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就想翻脸不认人 还当众为难羞辱了老黑 要他去钻女人的裤裆 才答应继续帮他 这对老黑来说是极大的侮辱 但他没得选 只能乖乖地听从 之后 大毒妇再次约见了纳乔吉 他提起修建学校 诱惑纳乔吉为自己所用 可惜这会儿的纳乔吉 已经看清了大毒妇 他不仅不接受 还提出自己也将参与到选举中 真真正正地代表底层农民 站在他们的立场 改变这个污秽不堪的社会 回去后 粉红帮的人就开始行动 他们四处粘贴宣传海报 游说村民改投纳乔吉 记者也慕名上门来给他做专访 但还是有部分粉红帮的成员无法理解 一向不参与政治的纳乔吉 怎么忽然要站出来竞选 原来自从纳乔吉跟大毒妇打了交道后 才明白他们之前常用以报制报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是最笨 代价也是最大的 聪明的人他会善用知识和智慧 所以纳乔吉想要利用竞选的途径 让全国人民都能听到来自农村最底层的声音 这才有机会改变现状 大毒妇也知道 想跟纳乔吉抢选票 自己肯定争不过 所以他一面贿赂政府官员 一面在当地的警察局安插亲信 不仅如此 他还叫所手下的人去骚扰粉红帮的成员 结果闹出了人命 粉红帮也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背着纳乔吉找出了那群杀人的混混 替死去的姐妹报了仇 但纳乔吉却一反常态 他不愿意粉红帮继续用以报制报的方式来讨回公道 可大毒妇还是没停手 他买空了一个男人 要他在酒里下毒 毒死了纳乔吉最好的姐妹 不仅如此 他还下追杀令 让杀手去暗杀纳乔吉 但没有成功 很快就到了选举日 大家都出来投票 但结果还没出 大毒妇就已经在庆祝自己获胜 原来他买偷了监督投票和清点选票的人 所以无论什么结果 最终他都会以高票获胜 纳乔吉虽然败选 但他的事迹也通过媒体报道 被外界知道 所以一家大公司决定捐款 在村里盖一所正规的学校 大毒妇知道这事后 就利用手头的权力阻挠 最终 纳乔吉为了能够顺利的建成学校 只能同意用大毒妇的名字作为校民 所以大毒妇每花一分一毫 就把名利都收入了自己囊中 另一边 很多人都对这次投票的结果表示质疑 甚至有重选的呼声 但大毒妇也不想给纳乔吉翻身的机会 这时老黑就献祭 他们可以诬陷粉红帮走私贩卖军火 还想着利用接下来一个大节日 把枪支带到粉红帮的地盘上 这事被一名正义的警察听到 他立刻给纳乔吉通风报信 很快就来到庆典那天 大毒妇不知道阴谋已经被识破 就还是按原计划 带着警察和武器来到了村里 打算一举端掉粉红帮 结果反倒陷入粉红帮的圈套中 情急之下 大毒妇为了逃命 就拿起枪乱射 可他没想到的是 纳乔吉居然提前联系记者 让他躲在一旁偷拍 而纳乔吉自己 他为了替死去的姐妹报仇 也再次拿起了武器 砍断了大毒妇的一只手 之后警察逮捕了所有人 纳乔吉在法庭上认罪 甘愿接受法律惩罚 大毒妇也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被判终身监禁 纳乔吉入狱后 粉红帮并没有因此解散 他们继续带着纳乔吉的精神 在外面发光发热 为穷苦农民奋斗 这部看者都觉得不可思议的 印度女权电影 粉红帮 确实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而且 这只身穿粉红沙利 手持棍棒的印度女权帮会 直到如今 依然存在 并活跃在偏远的农村地区 无论是面对肆虐家暴的男人 还是寻思舞弊的警察官员 他们都敢去制止 所以 在这群正义妇女的介入下 印度农村地区的一些不良风气和稀疏 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最后 以暴制暴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但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 它的确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手段 好了 本期电影就到这里 我是舒适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